仍在坚持维权的四川免主建南春酒厂员工近日给新唐人发来消息 感谢新唐人的报道使他们维权行动得到了转机 目前政府出面调停建南春管理层和员工的股权纠纷 另外建南春酒厂集体公开退党的职工增加到70多名 近日新唐人接到建南春酒厂员工发来的信息 酒厂员工因股金分配不公从而罢工一事捅到国际上去了 现在已经着手开始解决他们的问题了 他们罢了将近两个多月的工都没什么结果 谢谢新唐人 为什么说就是有一些人很愿意让海外的这个媒体去报道他们的事情呢 就因为中共啊他在高层上面他有一个面子问题 对外他是扮演一个这个盛世啊 他的执政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被人民拥护这样一个形象 很多的问题报道到海外就有损于中共这个形象 新唐人10月初报道 建南春酒厂40名党员致信中共组织部真名退党维权 22号更追踪披露集体公开退党职工有70多名 而且建南春酒厂高层曾以改制为名 将酒益资产堕入党委及各大小官员的腰包 首持建南春酒厂干股的官员中 据悉就有曾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 它涉及到这个里边股份当中有朱永康了 还是四川那边的 这些权贵的腐败问题 涉及到的面很广也非常有代表性 恰恰就是一个权力高官把那个国有资产不断地侵吞 而从本质上讲如果这种行为继续下去的话 也是能从根本上使这个中共的同志在中国去动摇 持续关注建南春员工维权的棉竹中学教师高宏珠 在博文中指出 建南春酒厂老党员集体退党让十八大难堪 他写道 职工们搞出了一个集体退党这样的插曲 让即将召开的重要会议情何以堪 于是党政部门的领导也不能稳坐钓鱼台了 各级组成工作组进驻建南春酒厂 从中国人民维权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显然是因为老百姓要退党这件事情 呼应了海外大量退党这样一个事实 让中共的高层感到恐怖 为了他们这个政权能够稳固下去 他们也会去促使下面这些基层收敛一些 22号建南春集团公司代表 员工代表和政府调定人员三方 共同前往成都 向四川省工商局和几家法律和审计方面的中介机构 咨询股权分争事宜 目前建南春酒厂有三四百员工坚持维权 在百度贴吧的建南春发有员工发帖表示自己要坚持到底 把代表喊去成都是想瓦解维权力量 还有员工指责 国内媒体报道建南春维权门僵局出现曙光是虚假报道 管理层诚信严重缺失